本周市场震荡调整,上证指数,深证城市,创业板只分别下跌2.83%,5.23%,7.16%,在市场出现明显调整之时,北向资金并未大额减仓,而是积极掉仓换股。 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净流出5.83亿元,其中户股通竞流出35.16亿元,深股通竞流入29.33亿元,本周北向资金加仓640支个股,减仓831支个股,本周北向资金净流出仅5.83亿元,深股通资金出现净30亿元的净流入,北向资金掉仓动作明显。 具体来看,Choice数据显示,9月7日北向资金净流出54.65亿元,8日净流出63.51亿元,9日净流出37.58亿元,10日净流出9.99亿元,11日净流出12.91亿元,在9月9日市场明显下跌之时,北向资金减仓37.58亿元。 10日,11日北向资金连续两个交易日加仓,失骤贤火匹5.83帮垮牙费捐灿晚点脚奔身垄断保养奎侠侠月夹一如被扶张领百费撤书。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北向资金持仓市值为1.91万亿元,本周北向资金持仓市值减少约680亿元。 共计加仓640支个股,对其中39支个股的加仓股数超过1000万股,加仓股数最多的中原海发被加仓5334.88股。 此外加仓宏达新业,东方财富超3000万股,从持有流通股比例情况来看。 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对10支个股的持有流通股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对地素时尚持有流通股比例增加2.26个百分点。 对正媒机、上机数控、宏达新业的持有流通股比例分别增加1.67、1.49、1.48个百分点。 从持仓市值变动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仅对3支个股的持仓市值增加超过5亿元,分别为中国平安、长春高新、龙基股份,分别增加16.73亿元、5.88亿元、5.66亿元。 但本周北向资金对中国平安、龙基股份均表现为减仓,持仓市值增加是这两支个股本周上涨所致。 831支个股遭遇北向资金减仓,在北向资金本周加仓640支个股的同时,对更多的个股进行了减仓操作。 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共计减仓831支个股,对其中40支个股的减仓股数超过1000万股。 其中京东方A被减仓1.31亿股,中国实话,TCL科技被减仓超过4000万股。 从持有流通股比例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对13支个股的持有流通股比例减少一个百分点以上, 其中对金玉医学持有流通股比例减少最多,达5.5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北向资金加仓金玉医学53.44万股,持有流通股比例减少是因为9月9日金玉医学1.78亿股限售股解禁,流通盘大幅增加所致, 对永贯心财,将中药业,相飘飘,以远通信的持有流通股比例减少超过1.5个百分点。 被北向资金持有流通股比例减少居前的10支个股本周悉数下跌, 被减持流通股比例1.22个百分点的中科软跌幅最大,本周累计下跌22.70%, 从持仓市值变动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本周北向资金对27支个股的持仓市值减少超过5亿元, 其中对贵州茅台、美帝集团、中国中免、伊利股份、海天卫业的持仓市值减少金额居前, 分别减少38.96亿元、32.91亿元、24.88亿元、21.93亿元、20.94亿元。 均为白马股,从市场表现上来看,本周北向资金持仓市值减少额居前的10支个股均下跌, 新希望跌幅最大,本周累计下跌18.87%。